我真的从小没有觉得我自己漂亮过 即便有人说我漂亮 我都觉得这是一种客气话 我朋友找我出去 我说我不敢下楼 我的朋友来找我把管理费搅了 然后上来找我跟我说 你可以下来了 欢迎收看今天的汉网事干杯 让请你跟我们一起来聊聊 这些人海那些事 我是陈子 今天我们又有来宾来乱入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不正经娱乐小哥姐小豪 今天呢我们这个干杯要来感谢一下 我们的饮料赞助商 西果多 谢谢你 谢谢你 一边喝喝果汁 一边来聊聊奶茶刘若衣 你会离开这片喧闹的海岸 你会离开大家给你的疼爱 我选择去相信某天孤单单的我 你会离开 你会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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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听到这首歌你觉得好不好听 好听的啊 他的新歌 这是刘若英在2021年的新作品 那么事实上呢 我满喜欢刘若英的歌 那各位观众朋友 在你腦海之中冒出的第一首劉若英的歌是什麼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好不好 好啦那我們今天來介紹劉若英的這首2021年的新作品 叫做黃金年代 這首歌還蠻有意思的 因為其實我看了一下裡面的歌詞 它其實有一點點是要 希望大家可以揮一筆今年 去年2020年這個比較不開心的那種感覺 小浩你聽這首歌的時候感覺怎麼樣 我感覺當然覺得 他唱起來其實蠻溫暖的 我覺得 對 然後其實這首歌啊 一開始其實主唱的就是他 對 其實是一個創作者叫做Hush 但其實因為一些 身體的狀況所領悟然後寫下來這首歌 然後這個Hush歌手他本來自己要唱的 對 但是劉若英聽到之後呢 他覺得說這首歌反倒蠻適合劉若英 因為劉若英你聽過他唱歌就知道 其實他的聲線走的是算敘述式 跟你在說故事的 說故事 對 對 他一直以來他的唱歌的方法 其實就是這樣 想給人家用唱歌說的那種感覺 所以Hush聽到之後就覺得 其實劉若英唱的會比我適合 所以他就把歌讓出去給他唱了 而且你知道嗎 當劉若英在唱完這首歌的時候啊 他出了錄音間 他跟製作人講的一件事 就是說我反給我自己一座金曲獎的 哇 對 他意思是說不是我唱的多好 對 只是說他終於就 等到了屬於我自己的這一首歌 然後這一首歌呢 他覺得他可以唱出來 然後撫慰大家 那他這首歌當中 他稍微有感慨 時間歲月我們帶不走嘛 對不對 還有生命 對 那他想說好啊 那如果帶不走的話沒關係 大家陪我嘛 那我就把大家對我的回憶 跟我跟我自己的回憶 我就一併帶著往前進 沒有錯 他這首歌其實也是希望大家說 要珍惜現在 然後珍惜你的人生 因為人都會面臨到生老病死 所以當你在走向那樣的過程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美好的回憶留給自己 而且對一個女性來說 他其實常常會用歌聲去撫慰一些女性朋友 包括他的MV裡面也用了很多年輕的小女孩 或者是年長一點的奶奶輩的這樣的演員 來出演他的MV 所以他也希望說這個女性 你雖然青春年華都會老去 但是你一定要活在當下 或者說你一定要更愛自己 那事實上呢 我們說到劉若英的這個唱歌之路 雖然他是這個加州州立大學的音樂系畢業 可是他其實一開始想要知道嗎 他其實是成生的助理 而且是包辦了各種打雜的工作 但好險有個帥哥跟他一起分配這個工作 金成武 沒錯 如果今天金成武跟我一起打便當 我也感覺當助理好嗎 我想很多人都說yes 成生還真的把你操得還蠻累的 好像如果說什麼出去有什麼活動的話 你身上要背很多的大小的什麼樂器跟道具 都是你要背啊 那那個時候他進入滾石 可是一直都沒有出唱片 那個時候進入滾石 就是為了要出專輯是不是 但是都還沒有發片 對 因為成生一直跟他講說 他吉他發片 然後就一直叫他背吉他 成生他又是製作人 然後又是樂隊的歌手 從他身上學習到了很多這個音樂製作的專業 那既然這麼專業的話 為什麼他的外號叫奶茶 因為成生其實很喜歡喝奶茶 那他又覺得說奶茶呢 有奶的甜 但是不會膩 有茶的香 但是又不會覺得苦 那他覺得劉若瑩的外型 還有他這個人說話的方式 給人感覺就是那種很溫 又有點甜 又不會太膩的這種感覺 所以他就把它取名成奶茶 對像我們知道劉若瑩的身份 有歌手嘛對不對 然後有演員 有導演 但他 你看他是先加入唱片公司 對 但其實他出道跟大家正式見面的 反倒是戲劇 對 我的美律與哀愁這樣 對 而且他在戲劇的表現 其實我個人覺得 就我個人覺得 網友千萬不要罵我 但我個人覺得 他在戲劇的表現真的比音樂還要更為突出 對 因為當時呢其實 張愛嘉見到劉若瑩的時候 他說了一段話 而且很好笑 他在節目裡面說 劉若瑩好像一個 外來世間的女孩 劉若瑩當時是 蠻特殊的一個女孩子 欸 特殊 我們就要聽一聽了 哪裡特殊了 他特殊的原因就是 他很不現代 你會覺得說 欸 這個女孩子是 從哪個年代走來了 很多報章雜誌 如果你有看到那些八卦小報 都會看到他私人生活 其實是比較不修邊緣的 他不會特別的去化妝 他也不會特別穿得很華麗 他就跟你隔壁的阿姨 或者是大姐 沒有什麼兩樣 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一個形象 那張愛嘉就覺得說 在演藝圈這個環境 然後還可以這麼的樸素 真的是實屬難得 所以當時張愛嘉呢 後來拿到了一份這個劇本 叫做少女小女的劇本 他拿到海中蹦出的第一個人 就是劉若瑩 但是在他正式拿到這個角色之前 其實劉若瑩是被說 這個女生不漂亮阿 因為連實力工導演 都說他不漂亮 有一個導演跟他說 劉若瑩你今天在電影界 或是你的戲 會演得不錯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不夠漂亮 然後你非常的努力 我真的從小沒有覺得我自己漂亮過 即便有人說我漂亮 我都覺得這是一種客氣話 那我覺得這跟我的家庭 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我的家人他們都很好看 尤其是我的姐姐 就是她像一朵塑膠花一樣 從小我就覺得我自己在家族裡面 就是很被忽略的那一個 那後來要開始做藝人的時候 其實所謂的電影明星吧 你還是具備了一些條件 那我記得我那時候要拍戲的時候 別人看到我的照片都會說 我覺得非常記得徐立功導演 她看到我的照片的時候 她跟張愛嘉說 原來你的小魚要長這個樣子 她說這個下去西門町 隨便通通都是長這個樣子的 張愛嘉就說 對 就是因為她長得很普通 所以她很適合少女小魚這樣的角色 她的外型本來就不算是 就是你知道 一眼就讓人覺得 哇 這是漂亮的女明星 但是劉若瑩很耐看 她其實在拍完這個少女小魚的時候 她才知道了一件事情 當時拿下這個角色 其實是打敗了白玲 對 可是那時候張愛嘉的導演說 白玲 但她就不是小魚 她是大魚 開始拍戲以後 就會常常聽到很多的攝影師跟導演都會說 我不漂亮 但是後面那一句都會鼓勵我說 但是就是因為你的不漂亮 所以我們感覺 你可以成為任何的角色 我們相信你是我們心目中的那個角色 你不是女神 你不是明星在演一個戲 那這時候我就覺得說 那我就努力地研讀每一個角色 所以我就 因為我的那些不自信 然後我的不漂亮 其實我是 我真的比較用功 在做事的時候 但即便是她拿到了亞太影后之後 其實她有一段時間是沒有戲可以拍的 為什麼 一段時間她都沒有戲可以拍 沒有戲可以拍 然後她會窮到她連管理費都快找不出來 對不對 沒有人知道的是 得獎並不代表 她並不是一個 什麼神要 就是你得了你就有錢了 或者是你得了就像大不貼 突然就很會演戲 因為其實我當時還是一個很新的一個新人 那我也是租在一個很小的房子裡面 然後我就是大概有快一年的時間都沒有工作 那當然有很多人來找我拍戲 但是我還是覺得有一些戲我做得了 有些戲我做不了 那有些事情我 我勉強我自己做那個過程是很痛苦的 那那個時候就很窮 非常窮 我朋友找我出去 我說我不敢下樓 我的朋友來找我把管理費繳了 然後上來找我跟我說 你可以下來了 但是我很感激我有那段過程 以至於我到現在 我覺得我可以 一次把一年的管理費都付掉的時候 我就會更審慎的告訴我自己說 我連那麼苦的時候 我都堅持的去做了選擇 更何況是現在 其實我覺得不是沒有戲可以拍 是他太挑剔了 他太自我要求 就是有些劇本他其實 也不能說看不上眼 可能他覺得他不適合 所以他在選劇本的時候 其實他很 就是像你剛剛說的 很挑 對很挑 然後他很忠於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他有一段時間說 他說他連 家裡租房子的管理費都交不出來 對然後還要朋友去幫他交管理費 你看他就是已經對自我要求這麼高了 難怪他後來有一次遇到一個導演 想要把他這樣 有一天我去訂樁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他對我有點愛搭理不搭理的 然後我就說 欸導演我覺得這個 他就說 我覺得可以啊 然後我就說可是什麼 我覺得可以啊 然後我就 訂完樁 我出來我就跟我的工作人員說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應該是 我是簽了合約可是還沒有寄出去 但是我出來我就說 跟公司說那個合約不要寄出去 然後我就說好 我說我不要拍了 就打回公司 公司說他們催我 我們今天早已經寄出去了 那一刹那我發現說 那是因為他確定我已經簽了 我一定要拍了 然後呢他就叫我加他的微博 然後我就加了他的微博以後呢 你知道 不要再看到我的時候 問我為什麼不加你微博 但其實除了電影之外呢 劉洛英確實真的有好的作法 因為在2000年的時候 我覺得很多文藝女青年們 或是文藝男青年們 都有看過這一部經典的戲 什麼戲 人間似月天 因為你要去車站接爺爺奶奶 當然要穿戴的整整齊齊的 這部劇就是在描述徐志摩的故事啊 所以他也因為這部劇 其實在兩岸三地 是迅速的打開了他的居民度 太紅了 太好看了 你看裡面大咖黃磊 黃磊然後那個伊能靜 劉洛英演的是原配 張又怡吧 張又怡 然後演的 施苦耐勞 就覺得好心疼喔 對 因為大家都會知道說 徐志摩當時其實對張又怡沒有這麼的好 對啊 然後但是張又怡又是一個很傳統的女性 就是各種照顧公公婆婆所有事情她都包辦 那這個跟劉洛英的臉 我覺得她的臉真的會說故事 對不對 這跟她的形象真的太像了 看了很心疼那部戲 然後就覺得很想揍黃磊 對 黃磊現在都已經長大了 好 開玩笑 那我們大家剛剛有講到說 因為劉洛英其實對自己是相當的嚴格 因為其實如果很喜歡劉洛英的影迷 你應該會知道他其實是在一個軍人家庭長大的小孩 而且呢他的爺爺很有名 是很年輕就被國民政府所 就是重用的這個大將軍 那當然劉洛英小時候其實真的是由爺爺來帶大的 那雖然爺爺對他很寵愛 但是也很嚴格 即便爺爺其實在政商關係是相當的好 但是劉洛英進入到演藝圈 並沒有因為家族的關係 而在他的演藝記錄上有什麼得力的地方 他其實一路以來都是靠自己 對 那他其實之前出散文集的時候 也有提過說他非常想念他的爺爺 那他也覺得說在他的演藝這條路上 爺爺在他心裡是給他了相當大的蜘蛛 那當然回到最新的專輯啦 因為劉洛英已經很多年沒有吊鋼絲 他這一次竟然是騰空出世再一次的吊鋼絲 而且是訓練了三個小時 他就是希望說可以把好的MD 好的作品就是帶給觀眾 好的如果你喜歡劉洛英的話 或者是劉洛英給你什麼樣的啟發 你喜歡哪一首歌哪一部電影 都請在影片下面留言 來告訴我們好不好呢 往事乾杯還是要來感謝一下我們的 C果多 感謝我的是奇花一果抗氧化 我的是蜂蜜愛檸檬 我覺得今天應該可以排便宣傳 欸這好喝喔 好喝對不對 對我們這種上班族 或者是工作其實很忙碌的人來說 我們其實沒有太多的時間吃水果 是真的 飲料的這個部分啊就是新鮮果汁 而且它標榜就是希望你兩個小時沒喝完 會氧化 所以他希望說你是在趁最新鮮的時候喝完 厲害的是他還推出了這種冷凍即時喝的這種包裝 其實他每一次打出來的他就是 他的新鮮水果的通通用真空包裝的方式 所以直接打開他就直接可以幫你現打了 重點是他們是跟小農合作 這就是吃水果來人包 對對對沒錯沒錯沒錯 我們也要特別感謝今天我們的贊助商C果多 如果你也喜歡的話可以參考一下囉 感謝感謝 今天的漢王是乾杯我們就到這裡囉 謝謝你的收看拜拜 拜拜